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叫Ivy 这位是我的儿子 我是这篇报告上的保姆 我本身是做PA和保护人 我判这个事情的目的 是想把事情发生经过解析清楚 事情是发生在3月17号晚上9点 我坦白跟他们说我不要做了 所以我认为我还是没这个能力带这个BB 我就跟他们辞职 而且还给他们时间去找其他的保姆 我才会离开 晚上本来就是 就分PCR的钱 要我自己复制 没想到他们当时已经开始 搬去Facebook line了 这里我承认忍不住是我不对 我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 但是我在这里答应大家 我以后也会管好我自己的情绪 不会再发脾气 然后第二天的下午呢 我爸爸就下牙笔 去接我妈妈 然后我就把钱已经是 卡车去了他的户口了 我已经是以为这样子就可以 解决了 因为我们钱全部我们也还回去 然后要怎样赔偿 我们的Deposit全部已经还回去了 然后第二天 已经是解决了过后的第二天 我在YouTube 然后在Facebook 然后还有在一个报章上 看到还有这个post 然后我也立刻叫报馆 把那个post下架了 就其实已经是没什么了 可是事情发生了过后 我家里跟我妈妈都受到很多影响 他以后的工作 他在下个月或者是过后的工作 全部都受影响 这件事情我也不指望要他道歉还是什么 我们甚至还问过对方 可不可以把live的video拿掉 可是他有权保留他的video 我们也不可以逼他 离掉他啦 其实他一开始拍video 和偷拍 然后放去Facebook 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我是不是很认同的 试问下如果是你们自己 本身被别人这样子拍 被人家这样子post 你们不会怕咩 而且是你自己一个人 在人家的家被这样子拍 被这样子弄 你们会好受吗 更何况我妈妈已经58岁了 我本身我家里不是条件很好 我也只是想要快点把事情平息掉 给我家里人给我妈妈也可以正常工作 最后我谢谢全部把视频看完的人 也谢谢那些支持我妈妈的人 希望事情就可以这样子平息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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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